演李牧的媽媽 李牧那一年拿了最佳新人 新人 對 還有另外一個演過我女兒的 那個盧以恩 也是拿過金鐘最佳新人 所以我是不是個金雞母 你當了這種媽媽的角色 你會有幻想真的有一點從妳媽媽嗎 如果孩子像我還得了啊 請問 Duncan 劉冠婷 周永軒 如果可以再跟他們演一次闖戲 想要再跟誰二刷 這個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哈囉歡迎收看名人測網機 我是Eric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位來賓 我是他的戲迷 而且我超喜歡看他的Facebook 我真的是他的粉絲 讓我們來歡迎這位女神經病 許乃涵 大家好 我是許乃涵 還冷啊 歡迎你來 我真的好喜歡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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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就說他很想被電 對啊 那我們也想策謊 我們上次節目 立刻策謊 好啦但在電之前 我們還是要言歸正傳一下 因為最近妳剛演完那個 村里來的爆走女外科嘛 對 然後這位阿長呢 其實讓大家印象深刻 是的 他是第一次討論度這麼高的一個角色嗎 算是 然後就是親朋好友都有來問說 之後妳怎麼樣 妳還會不會再回來 妳生產還好嗎 再來演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很特別的地方 是除了妳是護理長的角色 可是妳又身兼孕婦 然後妳要背一個那個肚子 背那個肚子 背那個肚子是很辛苦嗎 背那個肚子算是蠻辛苦的 我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媽媽們都會腰痛 因為他真的就是三五公斤 加在妳的脊椎上 但我覺得最厲害的還是那個大出鞋 那場戲 那個很 那個鞋就有點出過多耶 對對對 總之那是一個要配合得很好的戲 就是鏡頭一轉過來 我要掛了電話然後開始噴鞋 然後噴鞋就是旁邊會有一組人這樣子 然後鞋就會 一直加那個幫助 鞋就會一直噴 那其實我們知道在女外科之前 其實妳真的演了好多好多的作品喔 而且我們在剛剛在錄影前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看過她演的第一齣舞台劇 叫做什麼 如夢之猛 天啊那是我大雪收的作品 而且她說她大一喔 所以她大一的時候 她就進去國家戲劇演戲 也很秀耶 對 而且我們剛剛在私底下聊 我在那個舞台劇裡面演的是一個 臨終病床旁邊的故事 就是金老師 對 安寧治療的故事 然後妳看十幾年後 二十年後 我終於身上護理狀 真的熬成護理狀了 對 好感人喔 所以妳看著我長大的 這個意思嗎 我不能說她知識 其實我們曾經問過很多 北大的演員 過去其實他們是對 演藝圈這件事情的人 是採一個不屑的態度 蛤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哎呀我就是要當一個演員 我不是要去當明星的 請問當初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什麼不屑 我很屑 我很屑 人家都把門關起來 我還把門撞破衝進去這樣子 就是 不要進來聊這個人 硬要開那個門這樣子 對 對我來講有機會可以表演 都是很好的 所以妳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 我常很常去打工當靈眼對不對 嗯 對 妳演過哪一些 我有各種那種 豐富的靈眼靈眼宇宙 她真的有個宇宙欸 對我有個靈眼宇宙 對我有個靈眼宇宙 因為妳從她的危機的那個 戲劇列表表演上 妳就會覺得 欸怎麼拉不完 欸欸欸欸欸 怎麼這個靈眼都有她 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準備了幾張圖 瀏覽一下她的 海仁娜宇宙 這一個其實妳在妳的悲數上面有 這個就是 公佈了這個東西 這時候演第二代便利天女孩 在那個時候 居然還有特寫 對 真不錯 而且網路上也找得到喔 對 網路上截圖還截得到 真開心 這就是 命中注定我愛妳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這一個呢 這個其實比較近期 這個比較近期 這個時候我已經熬到 演主要角色 已經不是靈眼了 這個是HBO的那個指環流浪劑 大家可以去HBO Asia裡面找找看 他在哪裡這樣 好 那再來這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真的很少人知道 這個很少人知道 很厲害耶 這個很少人知道 就是痴痴的愛 對 然後出現在 小S去打工的時候 拍的廣告的廣告裡面的人 厲害 超邊緣 一定是一部影像作品 他是影像作品裡面的影像 影像作品的裡面 對 好啦他不只可以什麼都可以演 他也可以演一個很帥氣的角色 這個真的要厲害了 這個是我 看出來嗎 這個真的是你 我剛剛也是看不出來耶 這個是他 對啊 我都說這是我弟 就是不同的人 你說徐乃琳嗎 這是在電影《街大歡喜》裡面 扮演一個男生的角色 我在裡面就是有胡渣 然後還有裝雞雞這樣 你有裝? 生殖器 有塞襪子 塞長襪以後 導演覺得我太大包 會太強勢 我本來想說 既然要塞 我就來個大鵰 塞大包一點 我要當男生 就是要當大鵰的 好 而且不得不說 你這張其實有點像陶喆耶 真的嗎 對啊 人家想說我是壞掉的鳳小月呢 我真的覺得小月會提高 會 會 最後一個我覺得是最簡單的 因為這是你的知名代表座 知名代表座 對啊 我有很多知名代表座 但我覺得這個是 在YouTube上面是破千萬的點子 噔噔噔噔 你們結了一個 尺度很剛好的一個 我們結了一個比較普遍的尺度 這是在2013年在李嘉威 向天堂的宣言 向天堂 向天堂 很多床上的情感戲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故事 對故事很感人 就是我覺得演那種 糾葛在愛情中的那種戲很過癮 所以我最後跟家裡人開了一下會以後 就決定接下這個角色 有跟家人開會 對 媽媽就說就是你喜歡 一直盼望一個角色 我說是 而且我覺得去演戲 媽媽 我終於可以脫了 終於有人要我脫了 MV上線之後 確實造成很大巨量的討論 對 在影國外都有討論到 對對對 因為那個就是把我拍得滿美的 開心 對你真的很美 但是而且那個哭戲也滿有 然後就是又很糾葛 然後這個話題又稍微有爭議性 那我們就聊一下就是 因為你在裡面跟Duncan很多激情的對手戲 後來有在遇到Duncan嗎 很可惜的沒有 很想二刷都刷不到 最想二刷Duncan 對啊他可能是SSR 刷一次就刷不了 其實有一集寶可 我就是你拿十個寶貝球都丟完 就抓不到這樣子 抓不到 因為你剛講到地方媽媽 其實你這也有很多媽媽的角色 包含了其實你還有跟張孝泉也合過 演過姑妻 對啊 然後演李牧的媽媽 然後李牧那年拿了最佳新人 對 還有另外一個演過我女兒的那個盧以恩 也是拿過金鐘最佳新人 所以我是這個金晶母 金獎媽媽 我是金獎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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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兒就是金獎母了 你的女兒都好嗎 就是他們就是 在戲裡面不是殺人 對啊 你看連續是怎麼連續殺人飯組 不然就是去約炮也不跟媽媽講 小孩都很難帶 我跟你講這些青少年 所以她最後去演阿長就想說 那我從小開始帶了 對 差點就把孩子給留掉了 對耶 妳當了這麼弩媽媽的角色 妳會有幻想真的有些什麼媽媽嗎 如果孩子像我還得了啊 因為我媽就曾經說過我是很不好帶的小孩 那妳會渴望自己不要再演媽媽那個角色嗎 還是 以前會覺得說媽媽會不會被定型 就是演媽這個角色 但是後來我接到媽媽很多 我覺得都很非主流 就不會排斥說再接演媽媽 我是希望可以接演很多不同樣的媽媽 台八裡面的媽媽的角色 台八裡面的媽媽 你說那種惡婆婆 然後一直反對人家結婚那種 對…可以啊 給妳談一場三百萬讓妳離婚的戀愛 天啊 趕快給我三百萬 其實我還有認識 我認識妳最早的一個作品 是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脫口秀的段子 又開始考古了 妳知道我是多資深的混師了吧 年輕時候做的很多蠢事 都在網路上查得到 對不起大家 我自己覺得她網路上有很多很好笑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對 跟妳這麼久的脫口秀 妳最近也在那個 岩尚鵬恰恰上面有去參加這樣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妳們是那些有趣的故事嗎 我覺得那也是為了圓夢 因為我們的場地是在北流 是在… 是在所有歌手開演唱會的高級殿堂 高級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就是有那種… 我也覺得我也想當一個文青歌手 我也要去那裡 可是又去不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參加岩尚這種打嘴炮的活動 講幹話打嘴炮的活動 可是在這個節目裡面 其實地死有很多 地死的謝忻 對 地死的紅恰恰 地死的白雲哥 對 很多前輩們 又地死的陳志遠 好可怕好可怕 不要再說 真的是心臟很大可 網路上都找得到 看過去地死自己去看 對 那但是這些段子 妳都怎麼準備 我其實一開始就是寫不出來 我覺得我就是要下地獄了 後來就覺得就抱持一種 如果我在地獄的話 我要說些什麼話 因為講的那些話 我真的有時候都會先冒個3D的 感覺我這個好敢講喔 其實我們所有的梗都已經互相製造了 當然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 就不要正義魔人上次 不要入戲太深 對 彼此都知道會講什麼 反而是錄完以後 你看網友講話 那個更刺激 但是其實因為PCC 以前在做脫口秀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常會接受到這些 有一些批評的一些言論嘛 你是怎麼去把它看待這些負面的東西 我其實覺得就是還花時間來批評你的人 他就真的很先 也有可能就是愛你 他真的愛你 因為我真的碰過那種每一篇都看 然後每一篇都說不好笑 然後我想說你看了我3分鐘 你覺得不好笑就不好笑啦 你還看我下一次 然後還說看了你這麼多 覺得你根本就不好笑 我想說那你又看完啦 那你到底是為什麼要花你的時間 對 我有回過一篇說 就是謝謝你堅持看不好笑的東西 很好欸 這樣你就不用下課廣告啊 感謝他們 你就自己還可以幫你的社群推一波這樣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 還是你買了安裝 你又是去買安裝 哪有我發錢的 通常都會說阿姨好正之類的 好啦 那我們來聽她最期待的策謊部分囉 馬上進行我們策謊的部分 我們女孩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好期待 謝謝你 你給誰點完整不用問 就直接按了 就一直 欸 通常一定會這麼想要被電的來賓欸 好啦 首先第一題請問 Duncan 劉冠廷 周詠軒 如果可以再跟他們演一次闖戲 這樣再跟誰二刷 這個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一樣 全都一樣 這個女明星這樣 我真的真的好笑喔 好可怕喔 你看 好啦 最後一題 嗯 有沒有覺得 最少可以演女主角了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去計較 是不是女主角這件事 我覺得還是角色好比較重 OK 好官方的說法 我好害怕 看看囉 欸 過 全過喔 我其實覺得我有說話 我其實心裡真正第一次想講說 當然啦 當然啦 我當然覺得就這樣 好啦 那最後我們讓你宣傳一下 你看有什麼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接下來除了在北影要上映的小藍以外 還有平常有Podcast叫做寒酸電播 裡面有很多我私底下講幹話的樣子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搜尋 然後在八月份呢 還有嘎嘎歐拉拉的新戲 酷蓋爸爸2 也會在網路上播出 所以到時候就麻煩大家再多捧場了 謝謝 謝謝寒冷 那謝謝教主來玩 謝謝 我們影片都跟各位段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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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